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堂課呢 繼前面兩節教完的代入消去法 加減消去法 還有 就是整個二元一字運算的概念 包括這個連立是且的意思 包括目標是要消去 那我們這一堂課呢 來複習整個運算的過程 但是其實不只是複習 我們要來教大家如何活用 這樣子的消去精神 如果要為這一堂課命名的話 我們可以在盒子上寫下這個 我說它是任意消去法 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上一堂課最後派作業的時候 我有說 我不會再說 這一個題目請用代入消去法 還是教練消去法做了 為什麼 因為隨便 目的消去做到了之後 你就會把答案解出來 那有多麼的任意呢 我們來看這個 以代入消去法的精神來說呢 如果要我來看這一題 因為我已經抓到1了 我代入消去法 把這個 等它兩邊同加x同減4 把它趕過來這邊 所以你這一題可以怎麼做 我把這一條換成x等於3y-4 代入球件 這樣也可以做 或者怎麼樣呢 我可能也不見得想要用代入消去法 因為我發現 這裡3y 這裡3y嘛 所以怎麼樣 加減消去法 It's good 也不錯 所以它來 怎麼樣 要減它還是加它 因為它是正3y 它是正3y嘛 所以第一次減 第二次 3x等於1 這樣也很好 這樣我x就找到了 因為它剛好y可以減掉 所以你不一定要怎麼樣 通分啊 然後到底要減誰 你去找那個最快達到路徑的 你這一題 來看這一題 我可以用代入消去法嗎 y等於 y等於 y等於3x-4 ok 代入 那它是1x加上3倍的掛號 3x-4 對不對 我就不寫了 會可以怎麼樣呢 3x 1x 其實它們就差 1喔 我如果拿它減它減完 我就得到一個x 然後它減它減4y等於-1 所以x其實會等於4y-1 我也可以得到這個 代代入 對不對 那當然我也可以用加減消去法 把它乘以3 跟它加嘛 對不對 把它乘以3 三分 二分之 就是 2分之9x-3y等於12 那這個是加3y 這減3y 兩個加起來 所以是2分之10x y就不見了 等於17啊 這樣子 秋節 或者我可以加減消去它 它乘3倍 然後再去跟它加 這樣子 也可以 什麼時候如果 不用靈活的方式去算的話 會 很不好算呢 就是我們上次留下的這個作業B 作業B的這四題 我們來看一下 21x加4y是65 4x加21y是35 那這題要怎麼算 有的這個講義 它會特別把這樣子的題目 設定成是一種特殊題型 然後跟你說這種題型呢 就是 如果你發現 係數對調了21 2144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做 把第1四加第2四 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呢 直接加 所以是21加4 25個x加4加21 25個y等於100 然後再去除以4 再去除以25 所以是x加y是4 這樣子 然後再去算 那 我覺得啦 你也可以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蠻常見 但是呢 其實我主要是 不主張把它想成是一種特殊題型 我們前面有講過 我們在解這個 連立方程式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點是找1 所以你這個1怎麼來呢 你可以透過我們剛才示範 你去除 你去乘 把1乘出來 你也可以透過怎麼樣 這個 加減 把1給加減出來 那在這裡他的做法就是他先 加減 然後 再去除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他去抓到這個 當兩個係數 如果你有辦法在 方程式裡面找到一條 兩個係數都是1的話 那這個會很好用 為什麼說很好用呢 首先你可以用代入的 你把y桿過去 這樣x是不是4-y 代入這裡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y代成是4-x 代入去 代進去球結 代進去這一條 上面這兩條 某一條球結 這是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當你產生這一條之後 可以做什麼 你把它乘4倍 你就會得到4x加4y等於16 那 這樣這個是第三條 這是第一條 這是第二條 這個時候你拿第一條 減第三條 你拿第一條 減第三條 你就會減出這個 17x等於 因為你的y就減掉了 17x等於這個 49 可以嗎 這樣x等於17分之49 接著你求y 你也不需要 x帶進去求y 不用 你拿第二條減它 你拿第二條減它的時候呢 12y4y 21個y 21個y 4個x 它是4個x 4個y 你拿它減它 x就會消掉了 所以它剩17個x 會等於19 所以x會等於17分之19 這個是y 抱歉 x被減掉了 是剩17y等於19 y是17分之19 x是17分之19 通常這種數字出來 x跟y不見得會是整數 那它透過這個方式去算的話 會還蠻好算的 但是就是我說的 你的這個核心的精神抓到 不是說 反正就是有這種特殊題型 我就背起來就好了 你有一個核心精神你可以抓到 就是 我要去找到係數11 那要怎麼找 因為在這一題裡面 不論你是用加減消去法 還是用代入消去法 你去除4或除21 都很難算 所以有一個做法是 如果上下兩個係數合起來會一樣 他們兩個加起來都是25的話 那你可以乾脆把它加起來 去產生這一條 如果說這個講義裡面 或者說補習班 它會說當係數對調的時候可以這樣做 可是其實不見得要是在係數對調的時候才可以這樣做 我們來看下面這一個 最後這一題 4x加2y是11 5x加3y是18 這個 你們可以按個暫停好不好 這一題就是這個作業 抄在你們的本子上 然後標註一下 我說 例如說 係數合起來相同 合相同 係數合起來相同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把它合起來 因為這樣你會產生一條式子 到時候你除完25 你這條式子就是x加y是多少 那它就會很實用 這條式子很實用 我們先來看這個第三題好了 你看這個第三題 13x-17y是18 12x-8y是7 你會發現什麼呢 你會發現 13加12是25 17加8也是25 所以在這一題裡面 雖然它的係數並沒有對調 可是我們剛才說怎麼樣 它的核相同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做這件事情 把它上下加起來 上下加起來的話呢 25x-25y等於25 x-y是1 哦原來x-1 那x-y是1 你可以得到什麼 x等於y加1 把y移過去 x等於y加1 代入 這樣也可以解 或者是 你把它放大8倍 x-y等於1 那8x-8y就會是8 那跟這一條連例嘛 12x-8y是7 8x-5y是8 他減他 得到4x等於-1 x是-1 你把它放大13倍 你會得到13x-13y是13 但是第一條13x-17y是18 這個-13比-17大 所以用它去減它 這樣子13x就被消掉了 得到4y等於-4 y等於-4分之5 這樣可以解 所以你看我就說 一樣 這題就跟剛剛上面一樣 你這題也可以解 就算係數並不是對調的 你抓到係數和相同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加起來 目標就是要去取得這一個 兩個係數都是1或-1 取得兩個係數都是1或-1的這條式子 這條式子就會很實用 那這個整個加減消去法 代入消去法 消去是目的 加減或代入是手段 但是其實你的手段又不局限於 一定要就是加減或就是代入 對不對 像這一題我們是怎麼樣 先加減之後再乘一次 然後再去加減 這是加減之後再加減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加減之後怎麼樣 用這一條去代入也可以 所以沒有規定說一定就是說 我這個就是代入消去法 我就是要把它除到變成這個有一個y等於多少 然後我這個就是加減下去法 就要怎麼算 沒有 這些手段都是 你要自己去捕捉到方便的方法 想 那多練習 多練習 好 剛才這一題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算也蠻好算的 如果你有 敏銳一點 我們常常在講係數要變1 那這個13x-17y這個是12x-8y 因為發現13跟12就差1 所以其實剛才這一題你如果把上面這個式子 跟下面這個式子去減 你就會減出係數是x的係數1 我們來減減看 我把題目再抄過來 那邊有點花了 13x-17y是18 12x-8y是7 這樣子 那所以這一式減這一式 就會得到x-17加8-9y等於11 對不對 x等於9y加11 再可以 所以怎麼樣 先加減再代入也可以 加減產生1去代入 那這個是加減產生 這個係數會變一樣 去除倒出來變成1的 再去算也可以 再來看下面這個 我的目標就是要1而已 所以我不見得要它的係數有對調 我剛剛說 所以假如係數合起來一樣也可以 那現在這一題是 它的係數的x 好 這個 這一題也抄起來 所以剛才 把這個 我們上次注意了 第二張 這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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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四題都抄在你本上 這個是係數x都相同 所以怎麼樣 這一四減這一四 5x加3y是18 4x加2y是11 兩個相減 x加y原來是7啊 x加y是7 那麼2x加2y是14 為什麼我要找這個 因為這裡有2y 對不對 4x加2y是11 2x加2y是14 他減他 所以 應該說他減他 所以 2x等於負3 x是負的2分之3 唸嗎 5x加5y是35 用這一條變過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減他 5x加3y18 5x加5y35 所以原來 2y是17 y是2分之17 這樣就解出來了 這樣懂嗎 所以就是我們要靈活的使用加減消去法和代入消去法 那在這一集裡面我們還要介紹另外一個觀念透過 來請你們解解看這四題 來吧 解一下吧 那在學生這個寫的同時 我們一年以下學期上的一些有關健康教育的課程 生物的課程 那這個 來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目前的醫學呢 還一直都在不斷的精進 有的時候 醫學的知識它是會被推翻掉的 以前人都以為這個頭皮穴是體質的關係 都覺得頭皮穴就是頭皮的不屑 所以為什麼會有頭皮穴呢 就是大概你的頭皮就是很容易有屑 那後來的這個醫學的進步 我們發現其實人身上很多毛病都跟人的寄生菌有關 就是說人的身上其實有很多細菌還有一些病毒 他們在人的身體上的時候其實對人不見得有什麼壞處 只是他發 變得這個 他的生長的情形 趨向不好的話就會給我們帶來困擾 比如說應該大家都蠻了解那個 我們大腸裡面有柱細菌 他那個 喝油若乳要補充好菌這樣子 那 這個 大腸裡的細菌如果好菌少壞菌多 你就容易拉肚子 那附帶一提 這個 以前人 他都喝油若乳補充我們叫做益生菌 就是對我們身體好的 益生菌 那後來的這個醫學 眼鏡他就會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從外面吃益生菌進去 那個A B雙菌 Feed us be feed us 我不會拼 對 我們為什麼要用吃的吃這個益生菌進去 我們為什麼不把自己體內的益生菌 讓他養得強壯一點 我們攻擊他武器 那所以後來這個有一種百養產品 他是益生質 他本身不是益生菌讓你吃進去到大腸裡去住 而是他這個東西有助於那一些益生菌的生長 等於是你在吃這個益生質的時候 是在幫自己大腸施肥的 對 那你這個施的肥料是有助於益生菌的肥料 這樣子 剛講到頭皮屑 頭皮屑以前都一直覺得是這個體質的關係 頭皮會掉屑 後來就知道他其實跟頭皮的皮屑牙包菌 所以我們頭皮也有激生菌 那你如果皮屑牙包菌多了 他這個旺盛的繁殖 他就會傷害你的頭皮 你就會發炎 所以後來發現 其實掉頭皮屑跟細菌生長和發炎是有關的 所以後來的這些抗屑產品呢 他主要的主張就是消炎 消炎殺菌 他覺得這樣就可以去抑制這個頭皮屑的真身 像包括那個炮疹 就是那個嘴巴破 有一個嘴唇破 那種他可能後來都 這個博弱症蠻久以前都知道 跟病毒有關 對 不只是體質 那個以前都說嘴破是火氣大 後來就知道說其實不是這樣子 是我們人體裡面一直有的收回一些病毒 那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有免疫系統 包括你的嘴巴的唾液裡面都有可以殺菌的東西 所以他都不嚴重 所以像蛀牙也是 裡面可能你本來就有一些細菌 只是他都不嚴重 因為被你抑制住 但是當你熬夜的時候你抵抗力減弱 那這個病毒發作起來的話 就會讓你嘴巴破掉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病毒感染 像那個青春痘也被認為可能跟細菌有關 還有像胃潰瘍也被認為跟細菌有關 那這個是補充一下我們目前科學的這個眼鏡 來看一下這四題 不知道你們解出來 我們在這裡要來說明一下 麻煩你們按個暫停 也是把這四題抄上去 當你發現 這一題為例 當你發現 X的係數比 我們假如說這個AX加BY等於C 所以這個就是A的比 這個是B的比 A的比是1比2 B的比也是1比2 C的比也是1比2的時候 那會怎麼樣呢 那其實就代表 既然他是1比2 1比2 1比2 代表其實這一條 根本乘兩倍之後就是這一條 對不對 2X加Y等於3 乘兩倍就是4X加2Y等於6 也就是說這兩條一樣 我們在第一節課說了 連力求解在求的就是且 請問一下 當2X加Y等於3 而且4X加2Y等於6的時候 加X跟Y是多少 那如果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會跟你說 可是2X加Y等於3的話 4X加2Y就一定會等於6啊 所以這樣子這一條其實是沒有效的 它等於是它 就複製就變成它 這條會成立 這條就一定會成立 那如果你只有一條的話 我們以前有講過 兩個位之數 只有一條方針是解不出來的 那能夠符合這個情況的解有好多好多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你發現 A的比等於B的比等於C的比的話 那麼它是這個 無限多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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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無限多足解 如果你真的去算 就是把第一次乘兩倍 然後第一次乘兩倍加減消去法 跟第二次相減 你就會得到0等於0 0永遠等於0 我們在這個一元一次裡面介紹到 你如果算出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X是任意數啦 那不過呢 在一元一次裡面 因為只有一個位之數 所以你算出這個就是 X是任意數 可是如果你是二元一次的話 你不能寫任意數 寫任意數不對喔 因為你是解不出它沒有錯 可是你還是有一個約束力在 什麼就是 2X加Y要等於3 這個約束還是在的 所以並不是說 XY隨便都可以 XY還是要符合2X加Y等於3 但是這樣子的XY實在是太多了 比如說 11 X1Y是1也可以 X0Y是3也可以 X2分之3Y是0也可以 諸如此類的 X2Y是-1也可以 所以 我們到後面學那個圖形的時候 就會知道 它是一整條直線 一整條直線上面的點是無限多的 所以 X比 Y的比 常數的比 如果都一樣的話 那它的答案是無限多組織 如果今天 X的比 剛剛這裡忘了寫等於 這個是都一樣的時候 如果今天 X係數的比跟Y係數的比一樣 但是跟常數的比不一樣呢 那你去做計算的時候 這一條成兩倍是這個 4X加3Y等於10 加6Y等於10 加減消去法 把它減它 得到 0等於3 0不可能等於3 所以呢 同樣的 就跟我們之前學的一樣 這樣子的話呢 你找不到任何一組 X跟Y 可以讓這一條符合 又要讓這一條符合 你絕對找不到 因為這一條 某一個X跟某一個Y 它如果可以讓第一條式子成立 它能夠讓2X加3Y是5的話 那它4X加6Y 就應該要是10 就不會是7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發現 A的比就是X係數的比 跟Y的係數的比一樣 可是跟常數的比不一樣的時候 它是5乎 這個 這個部分的教學 以這個家長或家教老師來說 主要就是要讓學生了解為什麼 那因為學校老師會教 而且學校老師會安排題目去練習 而且學生很喜歡捕捉這種特殊的題目 所以不用擔心學生沒有學到 他們會學到 而且他們通常會記得 只是說你要讓他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樣對後面的學習 尤其在圖形上面有幫助 再來看這裡 這個 2X加Y是3 然後4Z加3Y是6 你會發現怎麼樣呢 A的比 就是X係數的比 其實跟常數的比一樣 但是 B的比跟它不一樣 B的比是1比3 他們兩個都1比6 1比6 B的比1比3 那這樣會怎麼樣 你去算算看 跟剛剛的想法一樣 我把這個變2倍 那我會得到 4X加2Y等於6 於是這4-4 你會得到Y等於0 那這個就是 這種情形 如果你發現 X係數的比跟常數的比一樣 但是跟Y的比不一樣的話 這個跟人家不一樣的這個比 它其實是等於0 這個想法不難想 2X是3 4X是6 6X是9 那這裡面Y在幹嘛 就是說你的常數的 成的這個倍數 一直跟X的倍數在跑 這裡面Y的多或少 好像沒有發生作用一樣 因為Y其實是0 所以同樣的如果來看這一個 我這裡 X我都打成力了 抱歉 那個 2X加Y等於3 3X加2Y等於6 那你會發現怎麼樣 這一次是Y的係數1比2 常數也是1比2 它們兩個一樣 但是跟A的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再算一次看看 把第一條變2倍 變4X加2Y等於6 然後去剪下面這條 你就會得到X等於0 有沒有 跟人家不一樣的這個 它其實是0 在這裡說明一下 那 一樣我們會放在網路上面 那如果你是這個 從這一集開始看 或者是從最近開始看的 有一些東西我們前面講過 你看像我會常提到說 上學期講到什麼 那我希望你呢 這個保持著好奇的心 真的去把上面 把前面的技術拿來看一看 我們一集才半小時而已 所以應該不會花太多時間 那 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 OK